好,打開手機 讓我們去尋找一張照片 OK 這是一張右手掌的照片 看到那根紅色的線嗎? 這根線我們叫做自飛線 就是說有關頭腦上的線 也有人稱之為頭腦線 自飛線 這裡呢 是我們看長算命的人 一般上都會以它為主的一根線 因為這根線呢 它含長著 保有著一個人的智慧 聰明 愚笨 或者說勉勸 或者說 它的反應各方面的種種象征 和它的特征 和它 某種隱藏著的 我們所說的 有種 感覺 有種我們所說的 怎樣呢? 就是說 它會有種 暗示 有種 不能看見 但卻可能 意會的 一種 它的記錄 它的 很多很多種 我們所說的 其它含義的地方 有種其含義的地方 就是說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人的 它是屬於 比較 上一層呢 就是我的說 它的智商會高的 或者說 它的智商 我們說 IQ也好 什麼也好 是在中庸 中等的 或者是說 在下一層的 做比較 智商低能的 能夠抓到 一個人的 特征的一個地方 叫做 智慧線 智慧線的長和短 是有其它的用意的 和它真正的 含義或者說 我們的 它的記錄表 一個人的頭腦 它用的 思維的多 或者是 運用 思考的少 都會呈現在這根線上 如果這根線是 稀稀 全全淡淡的話 也就是說 這個人 用腦的機會 比較少 就是說 他的思考能力 比較 淡薄 也就是說 他的思考 技能 他的思考 範圍 是比較有限的 如果這根線 是很粗 很深 很遠 就是很長的話 那麼這個人 用腦的時間 用腦的機會 曾用的好多好多 就是說 一直在用 一直在想 一直在 不斷 不停的 旋轉 他腦筋 各方面的事 所以這種線 就可以看出 一個人 他是在沉迷著 什麼 東東 或者說 他在進行著 某一種策劃 或者說 他在 在為他自己的理想 在奮鬥 在努力 或者說 在追求 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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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東 可以在這根線上 看出一些 蛛絲馬跡 而如果這根線 是有斷痕的 有交叉的 而有其他線 插進來 或者是 斷細 間斷的 那麼這個人的頭腦 多多少少 會出現問題 出現障礙 會有某種 不像常人的 一種思考方法 就是說 不太像常人一般的 生活方式 所以頭腦線 我們所說的 智慧線 是可以判斷 一個人的 U U U就是好 那就是比較差的地方 OK 我們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給個Line 還不曾幫我 subscribe 訂閱的 請 給我訂閱 請多多的轉發 謝謝 讓我們在下一回的視頻上 再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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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